嗨,学生们早上好 老师早上好 好,今天呢,老师教你们华文课 请你们拿出来课本 然后打开 二十七页 打开二十七页 打开了 好,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生词 来,跟着老师一起读 土 你们知道土是什么吗? 你看,土呢,平常呢 我们是用种花,种树的 如果呢,旁边的呢 这个叫做泥土呢 是跟土不一样的哦 泥土,我们很少用的 来,跟着老师一起读 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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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土呢,可以做成了 黏土 黏土 黏土呢,是像橡皮泥的哦 这位小朋友呢,做成了什么呀? 像麻样 这个叫做黏土 黏土呢,是从泥土做成的哦 还有记得哦,土呢 是可以用来种花种树的 知道吗?小朋友 好,现在呢,我们一起做练习哦 我们先看一下,妈妈呢 也有种花 它应该把它种在哪里呢? 刚才呢,我们学到了 是土跟泥土 土呢,是种花种树 泥土呢,也是可以种花种树的哦 可是我们很少用到的 来,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呢,有三个 OK 有泥土 木板 还有石头 嗯,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妈妈种花要用什么呢? 泥土 对,这可以泥土哦 所以呢,我们要把它切起来 好了吗?小朋友 那现在呢,我们一起读一读哦 什么从土里爬出来? 蚂蚁呢,在土 从土里爬出来 蚂蚁呢,在土 从土里爬出来 还有什么呀? 什么从土里爬出来 爬出来 爬出来就是,爬出来这样 就是什么呀? 蚯蚓从土里爬出来 蚯蚓是什么呀? 蚯蚓是像虫 蚯蚓 可是呢,它是在土里的蚯 蚯蚓 所以我们叫蚯蚓 知道了吗? 来,我们继续 什么蚯蚓 蚯蚓长出来的呢? 小朋友们知道吗? 什么蚯蚓 蚓蚓长出来的? 蚯蚓 对,是蚯蚓 蚯蚓蚓蚓蚓蚓 蚓蚓蚓 知道了吗? 小朋友 知道了 好,今天今天就想想到这里了 今天 teenage朋友就学习哦 小朋友们再见